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魔術師達利探世界》 上一集已經介紹了我們去高雄玩什麼 今集是你們期待已久的澎湖 除此之外, 我還會探索這艘船有什麼玩和未吃的東西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可以看我公開遊的詳盡介紹 我們去片吧, Let's Go! 好了, 晨早起床, 先吃個早餐 因為今天去澎湖, 我們會跟團爺 所以不知何時有餐吃, 打定底 這間是星夢餐廳, 很多人都找不到 在哪裏來呢? 其實是六樓船尾 你去七樓船尾, 在星夢劇場有條樓梯下去就是了 我喜歡來這間餐廳吃, 除了泡妃之外 還可以叫太陽彈, 暗裂那些 跟職員說就可以了 一早八點就來到星夢劇場等出發 這次我們參加了船上的旅行團 所以就會最早一批下船 如果你自由行的朋友就不用太急 可能遲一點才可以下船 分派了82號團, 我們這次去澎湖玩一天有 包含下午餐廳, 全程5.5小時, 成為430元 好了, 我們現在是金團 所以請看星夢劇場 我出發, 等你叫太陽彈, 就可以出發了 船上一共有三個行程, 我建議你們上船時就要預訂了 至於有什麼行程呢, 你可以去我Facebook 就會多些資訊給你們看 為何今次我們參加旅行團, 而不是自由行呢 主要原因是想玩給大家看 因為澎湖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跟團或包車 就比較麻煩一點 至於有什麼行程和吃什麼呢, 等一會你就會知道 今次去澎湖就需要坐這些駁艇 很多人問, 為何我坐郵輪還要坐駁艇呢 因為澎湖的碼頭太小, 我的郵輪就不能走 所以要坐這些駁艇 就算在歐洲, 譬如希臘的小島 也要坐這些駁艇出去 而這些駁艇本身就是船的救生艇 如果未坐過, 都可以來感受一下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體驗 在這裡提提不打算跟團的朋友 你早一晚要到七樓大堂 我們要到船上來拿出船票 那船票上面就安排了不同的時間 你跟隨時間坐駁艇出去就可以了 我們到澎湖啦 坐完後, 遊客就會來到這裡 你會規定這個碼頭, 這個就是五號碼頭 回來之後都在這裡坐捉駁艇 提提大家了, 在下船時也會有一張小紙給你 就像是在高雄一樣 提醒你兩點半前 就要回到這裏坐博艇 Hello, 我們現在到了澎湖 我剛才是坐Tender 來到這裏, 下了船後 就在這裏上巴士 我們出發 早餐, 不是早餐 這個月的本身 學的並不是專精 好, 那普通話可以嗎 可以 澎湖其實是台灣海峽的群島組成的 1995年澎湖已經設立了 國家級風景特區 叫做澎湖國家風景區 它常駐人口大約八萬多人左右 這條澎湖跨海大橋 就是打卡聖地 每個人來到都要拍照 這裡除了打卡之外 這裡還有一間店 有些紀念品 你可以進去看看 我發現我沒有什麼買 只買了磁石貼 如果你包車的話 這個位置都可以避免 可能去橋的另一邊 更加漂亮 這邊唯一好處 有公共廁所 你可以解決一下 而且都很乾淨 下一個景點就是二嵌古粗聚落群 這個地方我覺得很值得來 如果你自隔遊的或包車的 就記得來這個地方 還有遇到多一點時間 好了 我們現在有旅遊巴拿車 又去哪個景點 這裡呢 對 這裡要逛一個小時 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可以周圍看 看看有多少團友 還有這個地方 有人居住 這個地方 這裡周圍都比較荒蕩 這個地方是台灣 第一個傳統聚落保存區 當時陳氏家族所擁有 已經有過百年的歷史 這裡的建築形式 是一個敏南的傳統 民風純樸 保留了傳統工藝的味道 大家可以來這裡打卡拍照 它的採繪瓷磚 或者禮掃都非常有特色 這是你們自己做的 對 這個可以試 這邊上吃不到的 我們這個都是純竹找味的 來吃看看 在村口一進來 看見這檔是非常受歡迎 人頭湧湧 在買什麼 然後這裡的仙人獎 是一個特產 因為澎湖的氣候 很適宜它的生長 請你喝 可以試喝 所以這裡有很多仙人獎的產品 這裡賣的 就是仙人獎和冰花的特飲 還可以試喝 我配搭了一個 叫澎湖冰花 80元台幣 即是20元而已 挺好吃的 很清新的感覺 這麼熱的天氣 喝杯鮮榨果汁 很棒 我都蠻喜歡在這村子走 走得蠻舒服 又可以感受一下 當地居民的生活 以及這裡的歷史 加上這裡有很多手信買 又可以試吃 還有很多特色的店 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有些魷魚的東西買 給你試一條呢 魷魚啊 花生啊 魷魚多 因為這裡是海鮮的多 所以魷魚那些就可以買了 500元 這些好像 彭立貝那些什麼 火燒蝦 這個好吃 我們先試吃一下 這個 多想吃 250元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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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 我看魷魚絲 我真的後悔 當天真的買得太少 一回來都吃光了 你看看 看我吧 這裡是購物 這裡是購物 一進來這個地方 就是一些很舊式的房子 這樣 這裡剪出的是一些花磚 據說是以前的居民 是用來做裝飾用的 看上去的款式也挺漂亮的 就算現在的房子用來做裝修 用回這些花磚都不會過時 可以在這裡拍照 別動手 謝謝大家看就好 逛逛有兩個女團友 就說有間店鋪 就一定要進去爬 那你們看一下 知不知道你想看些什麼 傳統 農物傳統的鮮餅 嗯 然後這是我們的花生 花生當然是我們的招牌 就是這間店 可以用來購物的突然 適合種植花生 所以這裡的花生很棒 澎湖特產 這個是 本店的銷售冠軍 這裡買很多貓的產品 池貼 記得要貼在牆上 很多貓的產品 如果喜歡貓的 就離開這裡 可以買一些杯 貓的墊 杯裡面有隻貓 我喝咖啡 喝一下這個貓的頭 都凸出來的那些 很漂亮 瓷磚的墊熱貼 就是把杯子放上去的那些 鎖匙扣 證件套也有 跟貓有關的 好 好 好 謝謝 老闆 台灣英俊 大家好 會說廣東話 謝謝 買了什麼 謝謝 買了花生糖 還有新人種的 冰糖 冰糖 你好 你叫什麼名字 叫做Kenny Kenny 台灣人 台灣人 這間店叫什麼名字 這個店 李錦春 二錦春 哦 你拍了拖了沒有 我有老婆 你有老婆 那沒事了 哈哈哈 你介紹一些女生來找你 沒有了 哈哈哈 可以訂閱她們了 之後呢 你喜歡我 這裡有一個箱座 這是澎湖漁船的箱座 你們之後呢 你就把它插上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用了 牆衣不會循環 四位都可以使用 三個月 開蠻貝蛇 三個月 將一千塊 它可以驅蚊貝蛇 臨離開之前呢 就記得試一下它的花生 和鮮人蔣雪糕 那就是花生味的雪糕 在香港也很少有 對 它也做得挺出色的 那鮮人蔣更加特別 我也沒見過有 那就是值得一試的 那你可以用這個杯裝 或者一個桶裝 對 那因為我們上車 所以就方便一點 只是50元台幣 就已經有三球了 哇 現在吃這個 粉紅色這個 仙人蔣的冰淇淋 這個味道挺有趣的 現在去到景點 就叫做大果葉原無癌 這個地方就是日治時期的時候 為了開拓這個交通 以外就發現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地下的什麼癌漿 向上急升 然後冷卻收縮 就形成了五六角的特殊的柱體 那經過海風的侵蝕之下 就呈現了這個壯觀的面貌 還有這裡如果有些積水的時候 你就會拍到一些倒影 但是當日呢 我們因為天氣非常熱 天氣水就乾了 就看不到 希望你們來到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一些倒影 大家都知道 看這些天然環境 通常都沒有遮蓋 但是這麼遠來到這裡 我也值得來這裡欣賞一下 拍一張照 大家記得做定防曬吧 打完卡之後 我看到叔叔看著海 究竟做了什麼呢 很有詩意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老人與海 乾杯 再來呢 就是午餐時間 這個團是包起來的 吃些類似鄉村小菜 好不好吃呢 就不要問我了 我拍了給你們看 我只可以告訴你 我吃得飽的 又來到購物的時間了 來到這個孖公食品 相信這間也是澎湖 最大規模的手信店 也是我們導遊 最熱切期待你的景點 這個就是那個黑豪糕 多大狗 搞笑 如果剛才下午吃不飽 不要緊 來到這裡 我相信你應該會飽 因為導遊安排了很多試食 給我們吃 任吃不生氣 還要又沒有人逼我們買東西 你吃完 啪啪啪酒都沒問題 有兩種口味 一個呢 來 各位看一下 這個呢 是原味 黑糖口味的 那這個呢 是紅豆口味的 兩個口味呢 不一樣 來 各位 一定拿到胡夫 譬如鴨蛋糕 漾蛋糕 一點點甜一點 挺好吃的 不錯 挺痛 吃得挺好 這個食材的選擇 都算幾多 和價錢仍蠻公道 大約百多元台幣一包 那我覺得呢 要有些蝦片是挺好吃的 大大包又脆 我買回去放很久還會很脆 另外有些干貝醬 如果煮菜的人就適合了 最好笑就是有雙拇指進去之前 就說明我們要不購物 結果他買了一兩大袋 比我還要多 看看大家能否忍到手 最後一個景點就是澎湖天后宮 這裡是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天后宮 很值得來這裡打卡 以及看看裡面的歷史痕跡 把航跑表給大家看看 完成後就回到碼頭 搭舶艇上船 又提醒大家 兩點半前就要上船 不然就不等你了 這個行程也不錯 除了一些景點的時間安排 可以做得再好一點之外 如果不想煩的朋友 就報名跳上車就完成了 如果你有幾個人以上的 我建議你包車了 可以去你自己喜歡的景點 以及時間上可以控制得好一點 以及吃什麼就可以自己選擇了 不過這裡就不同高雄的 一落船就有很多counter給你預約 我想你預先在香港 在上網就穩定 約好司機 以及問清楚取消機制 因為最近有一程 因為太大浪 船艇是不能埋岸的 所以取消了澎湖這個景點 不過玩開遊樂的朋友都知道 天氣經常都會影響船船埋岸的 安全比一切重要的 試過發覺員工罷工 都令船艇不能埋岸的 不過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這些都是控制不到的因素 平常心對待 我聽上次取消了澎湖行程的朋友說 除了退回碼頭稅之外 每間房都會有些布貼給大家 這麼早回到上船 可以玩其他設施 然後我們就去玩VR 然後做Gym 還有按摩 大家有沒有試過在一個很大的螢光幕上打機呢 在船船中庭 最大有幾大呢 最大家裡有100吋 好吃嗎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 哇 整門牆這麼大 好像戲院那裡打機 好 今天就玩VR了 要拿東西出來 好 那我們先準備一下 現在就準備了 幫我們上安全帶準備 你飛吧 如果有什麼Emergence就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來 按這個按鈕 好 按鈕 好 按鈕 有按鈕 有按鈕 會不會有按鈕呢 一按鈕 也有按鈕 不知道 這個VR的特色是可以360度轉的 讓你體驗一下成為Irman的感受 不知道是不是轉的多 不過玩完之後都暈暈地 看來我也參加不到復仇者聯盟 我覺得看別人玩就開心點了 不過如果想挑戰一下的朋友都可以試一下 玩完這個玩到真的暈暈地 如果頭暈暈暈暈,真的不好玩 剛才打了個血 我還打了個血 有個狂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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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邱輪上,其中一件事我常常會做就是做健身 因為真的吃太多東西 又是消耗卡路里的時間 做完運動這麼貴,那做什麼好呢? 那就是腳底按摩啦 看著海上做腳底按摩,爽不爽? 做完按摩就肚子餓,又要去吃東西啦 其實這個是一個循環,搞不定 晚上我們又去星夢餐廳吃西餐了 這次又加前吃了個豬手 都挺香口的 一份就大約百多元 這份的蘑菇和薯餅值得推介,非常好吃 吃完飯就可以去星夢劇場看show 一晚會有兩場,今晚會去看魔術show 今晚會去看魔術show 在七樓大堂經常有不同的活動 今晚會有一個沙畫的表演 表演完之後都會邀請朋友上去感受一下 如果想玩的話就記得舉手參與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早吃飯呢?又肚子餓了 那適合了,可以去試吃七樓船中的意大利薄餐廳 這個是薄餅的 我喜歡吃那個薄餅的 我就差不多什麼都試了 現在還買一送一 很棒 我們現在試吃吧 先試試看 它薄薄點叫什麼 很薄啊 很薄啊 有豬肉啊,很棒 有豬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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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程就到最後一天了 當然是玩盡興一點 我們去了七樓的大堂去唱歌仔 這裡可以唱卡拉OK 怎樣才可以唱呢 只要光顧一杯飲料就可以唱歌 就輪著唱 如果有表演肉的朋友 可以在這裡一展歌喉 還有呢 如果你唱歌的時候 旁邊的朋友都會在一起幫忙唱 現場氣氛非常之好 當然啦 如果人多就要等下了 現在是十二點的時間 我們的宵夜是什麼呢 有麵包啊 有很多披薩 還有這個 瑞士雞翼 不錯不錯 這是年輕人啊 夜媽媽還可以吃宵夜 厲害厲害 公仔麵 哇邪惡之善啊 然後菜 咦咦咖喱魚蛋啊 哇 還有粥吃 為甚麼這麼吸引呢 這個宵夜 雞粥 很健康的沙律 如果大家不夠飽呢 可以下來吃啊 哇 這麼快又回到香港了 完成了四日三夜的旅程啦 其實這個旅程呢 是我在疫情之後呢 第一次坐郵輪去玩其他地方的 其實這些才是真正的郵輪假期 平日公海遊都是只是出去打個回合而已 所以這次行程都非常之興奮 而去兩個落腳點啦 高雄和澎湖都未必是你旅行的首選來的 所以這次坐郵輪呢 可以去這兩個地方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而且又不用坐飛機啦 舒舒服服 吃著玩著睡著 已經可以到達其他地方了 挺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玩一下 加上現在香港也只剩下一隻船而已 那就是郵輪碼頭不用就浪費了啦 這次用了一個大家很關注的服務 就是Wi-Fi啦 那有兩種Pan給你選的 一種就是專櫃 一種就是標準的 我就選了標準 4日三夜 兩個裝置 一共是327元 只要上了船 連了名聖的Wi-Fi之後 你就可以買得到啦 如果有朋友仔 而不去4日三夜 台灣不夠皮的話 其實香港有旅行公司 已經設計了一個6日午夜的行程 它的行程是怎樣呢 一樣是星期日上船 星期一去到高雄 你就拿著行李下船 那又自己玩4日三夜 然後呢 星期四呢 就在高雄上船 星期五呢 就回到香港的啦 今次的4日三夜行程呢 就完結啦 我又要準備呢 5月去地中海的 郵輪假期啦 大家記得訂閱 讚好 和分享給 適飲適食 和喜歡玩郵輪的朋友啦 期望下一次的郵輪上面 見到大家啦 多謝大家收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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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follow 國術師帶你探視界